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却发现 黑暗人已经遭到了奴役 这个世界的自然资源也遭到了掠夺 斯莱德的过去也与入侵的机器人大军纠缠在了一起 他将再次踏上拯救这颗星球的艰难旅程 暗邪西部 Evo West 一股暗黑势力吞噬了美国边境 作为最高机密吸血鬼狩猎机构的仅存特工 你是人类与那些黑暗邪恶怪物之间的最后一道防线 挺身而出 成为吸大荒超级英雄 跟除吸血鬼的威胁 拯救美国在血腥激烈对战中 无所不用其极 利用电闪充能护手和装备大杀四方 以孤狼模式或和朋友合作 杀死嗜血怪物 同时升级米的武器和狩猎工具 解锁新技能 进化杀怪本领 打造专属游戏风格 击败可怖的鬼怪 狐心突袭者 Arc Creators 是一款免费的 重新构想的 合作动作射击游戏 在每一个环节都提供激烈的斗争 与你的小队 一起保卫我们的家园 并抵抗Arc的猛攻 这是一种从太空降临的 无情的机械化威胁 你账我一个 完美 我们做这个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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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狂跳蚤 Flee Madness 是一款多人合作的有趣游戏 有极高游戏速度 当太空船在一个未知的星球上坠毁时 故事就开始了 两种外星枣的跳蚤摧毁了所有的生命 然后开始争取 全世界上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生物的名弦 这些昆虫被创造为生物武器 它们的唯一目标是吃掉所有的生物 你选择你所属的物种 也与你的团队一起摧毁敌对的物种 火量注入 Overprime 是一款免费的第三人称动作MOBA游戏 选择一名拥有独特技能的英雄 组成队伍 摧毁并占领对方的基地 试着体验一把第三人称视角下的逼真实感 以及英雄以道具间的无限组合 带来的多种策略吧 每种玩法都能带来全新的体验 F حول LOGAB 10 Got supports D C B far göst B far F 全 C Ba B far D F F zos C BTE C S Plan 8是一款大型多人在线射击游戏 反恐精英系列联合创始人 Mila担任游戏的技术顾问 而游戏的制作人 孙几里曾是黑色沙漠的环境艺术总监 开发团队致力将游戏打造成为一款 超越传统射击游戏的作品 建立了一个广阔的开放世界 和深刻的世界观 此外团队还会为其创造一个有趣的悬疑故事 死亡空间重制版 Dead Space Remake 发行日期已经确定 这款科幻恐怖游戏 将于2023年1月27日 在PS5、XSX和PC上推出 本作基于寒霜引擎开发 承诺将提供一个改进的故事 角色、游戏机制等 包括从原游戏中删减的内容 和在续作中引入的新特性 超级人类 Super People 是由Wonder People开发的 全新模式生存射击游戏 玩家可在12种具有特殊技能的超级战士中 选择其中一种 通过多样的方式来成长 并按照成长进度 开启职业专用技能 和终极技能 在每场战斗 玩家皆可以采用不同的成长方式 和战略 不同的技能结构 带来新鲜的游戏体验 在席德的终极技能后 玩家还可以图谋翻盘 从而感受到整个游戏 与众不同的乐趣 全新影像 Hologram 是一款发生在科幻世界中的 第三人称射击游戏 在一个被欺骗和幻觉改造的未来世界中 通过时间操纵能力进化 和克服瞬息万变的战场 人类的未来处于危险之中 邪恶的种族已经崛起 他们不会停止杀戮 玩家可在游戏中 享受电影及动作场景 和快节奏的游戏玩法 爬上霍龙山脉的岩石顶部 飞越太空沙漠 穿越广阔而繁茂的星球 最终领导终极之战 将人类从可怕的敌人手中拯救出来 白日梦魇 沙宝 1994 Demir 1994 Sand Castle 是一款第三人称故事驱动的生存恐怖游戏 后篇白日梦魇 1998 备受评论人士好评 化身特勤干员达利拉雷耶斯 原为政府间谍 肩负黑蒂斯六合救援 与搜索部的使命 走进世上最为知名 而又神秘的地方 千万小心 军事研究基地内部错纵复杂 荒凉阴森 深处更有害人可怖的生物出没 中段 Disruption 是一款为人类生存而战的第三人称设计游戏 在一个近未来世界中 远离社会且互相疏离的民众 已经变得过于依赖危险的机器人化 以建立的人类设体系 如隐私 爱情和友情 都处于崩坏状态 机器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人类 人类不知不觉地向技术基点迈进 争夺系统控制权的战斗开始了 迅捷攻击 SWIFT ATTACK 是一款军用第三人车射击游戏 具有智能AI 可为玩家提供挑战 AI不会成为容易对付的对手 你需要摧毁洲际弹道导弹 以防止核战争 该游戏是对90年代 老第三人称射击游戏的致敬 游戏采用虚幻引擎似制作 射击时可以掩护 可以捡起被杀死的敌人掉落的武器 可以携带三种武器 但你应该记住你的任务 完成定位并摧毁隐秘的核武器 外传 苦难 Owliver Tribulation 是一款第三人称生存恐怖游戏 背景设定在非洲神话的虚构超自然领域 讲述一名士兵 在逃离恐怖分子的过程中 神秘的发现 自己正处于一个古老的仪式中 你扮演Boa 一个特殊行动团队的成员 他必须探索 解谜 清理 和管理有限的资源 因为他要与神话中的恶魔战斗 以求生存 并回到他的领域 花样射击 Trip Shot 一种新型射击游戏 灵感来自 Tony Hawk Pro Stator 和Jet Set Radio的快速滑板机制 同时结合了Bornight和Doom 等竞技场射击游戏的枪战 被充满波道 加速器 铁轨 炸药等等的科幻世界中 体验无视重力的翻转 和二力对敌人的威力 黑手 Lizier 警戒2099 Vigilance 2099 赛博朋克动作游戏 虚幻五时机演示公布 这是一款开放世界 单人动作RPG电子游戏 玩家将在一个密集的赛博朋克城市中 扮演赏金猎人 赚取金钱和自定义装备 探索城市 目前游戏Steam商店页面已上线 发售日未定 不支持中文 浩劫前夕 The Day Before 由今年6月延期至2023年3月发售 本作是Testick开发 Mite充满发行的一款 虚幻无引擎开放世界 末日生存MMO 背景设置在疫情后 充满杀机的美国 那里食人的感染者肆虐 幸存者为了食物 武器和车辆而与之残杀 你孤身宜人在一个面目全非的世界里醒来 出发前去寻找答案 看生存的资源 重生边缘 Think of Planet 是由腾讯Next工作室开发的全新作品 结合了生存 制造 基地建设等元素 游戏支持单局最多50名玩家的PVP TVE玩法体验 除了人类玩家外 场景中还有超过1000个怪物 对你形成威胁 具体来说就是玩家们在进行PVP相互对抗的同时 还要抵挡地图区域中的中立怪物敌人的袭击 如果战术选择得当 还可利用怪物来为自己制造优势 试荒者 Scavengers 是一片凭借策略而生存的战场 作为一款免费的动作射击游戏 玩家将组成三人小队 同时面对与环境的对抗 以及玩家之间的互相博弈 你可以从一系列的探索者中选择适合的角色 用独特的武器 天赋和技能来武装你自己 去迎接来自残酷废土的挑战 用你的智慧和实力 去征服敌对玩家和动土世界上的居民们吧 盆射战士3 本作的舞台位于上兴地区 那是一片烈日高照的荒芜沙漠 沙漠的中心地带 是以混杂街道为主的蛮腿阵 许多热爱对战的鱿鱼和章鱼 皆聚集于此 鱿鱼和章鱼的时尚 似乎也有所改变 以墨之涂抹面积一决胜负的四对四 战地对战 虽然和以前相同 不过当中加入了 可以从半空开始比赛的鱿鱼生成等新动作 似乎让对战的趋势发生了变化 在对战中除了过去登场过的武器 也有在用类似弓类的武器 杀力 Grit 在终极狂野西部大逃杀中 骑马驰骋或成为枪下亡魂 活下来的人才能赢得所有超过20种武器 和一大堆牛仔装备可帮助您在枪手排行榜上 名列前茅 子弹有限 所以你需要成为一名神枪手 骑上一匹值得信赖的马 穿越边境冒险 再担任 双人和小队对决中 对抗成群的枪手 和致命的灾难 纽约霓虹灯 巴库 雷尼尼尔 不库 游戏发生在2月21年 此时 世界各地的在线节目 在霓虹灯闪烁的城市街道上直播战斗 代表不同大型国际公司的 扮机械人 相互厮杀 获胜的公司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并对客户更具吸引力 表面伤吧 Scrash Above 由Methead Games开发 Crime Matter发行的 科幻第三人称 射击生存游戏 在本作中 玩家将扮演一位科学家 凯特沃德 你和一个四人的团队 在太空探索的时候 与其他成员分隔开 并混在一个全世界 都对你恨之入骨的星球 你必须想办法活下去 之前的 是用PC进行的 如果此前有消息 该做也会在主机平台上发售 时间定在 在明年某个时间段 在明年某个时间段